猿鹰斩铃几乎都是盘膝打坐,抵抗威压之余观察四周,问道修士中有一半也在打坐,唯有不多的几百人才可以与这四周活动。 孟浩向前走去,刚刚到了摆杖的位置时,他脚步一顿,阴影有种感觉,再向前一步,威压就会暴增。 沉吟时,他右手在橱袋上一拍,立刻取出了一把飞剑,慢慢向前伸出,刚一离开摆杖,那飞剑顿时传出咔咔之声,肉眼可见的出现了裂缝, 几个呼吸后成为了飞灰。 五溪的时间,孟浩双眼一闪,这飞剑是一把斩铃宝,可在这里却只能坚持五溪。 摇摇头,孟浩缓缓后退,可就在他退后的刹那,突然的一个声音漠然间在他的心神内回荡。 来,来,孟浩脚步骤然一顿,双眼露出精芒,看向远处鲜虚。 这声音依旧还在回荡,于他心神内起伏时,孟浩回头看向身后的其他人,可就连灵云子三人也都似没有听闻,似乎这声音唯有孟浩才可以察觉。 更是在这声音回荡的同时,孟浩除袋内,风妖鼓欲有微弱的光芒闪耀。 这风妖鼓欲已很久没有变化,如今在这里居然再次出现了光芒,可偏偏却没有如以往一样,有声音出现。 风妖鼓欲迈,来这里,来老夫这里。 声音陆续传出时,隐隐地在孟浩的前方,雾气似有了微弱的改变,居然出现了一条路。 孟浩心神震动,他看着这条路没有前去,而是缓缓后退。 孟浩知晓自己的修为,或许在同辈中已是巅峰,可放眼整个山海,只是灵静而已。 这条路哪怕是通往造化,可以他的修为,或许这造化会成为生死。 几乎在他退后的瞬间,那声音似有些焦急。 风妖一脉,老夫也是风妖一脉啊,来我这里,我给你造化,给你机缘,让你一步踏天,让你平步晶云,让你直接成为仙。 这声音越是如此,孟浩就越是后退,就在他退出石杖时,忽然的,他的前方的雾气骤然翻滚,似有一股大力冲来,要进入这里,直奔孟浩。 孟浩面色一变,退后速度更快,灵云子三人此刻也察觉到了这一幕。 面色变化时,三人同时出手,立刻将四周的试炼者都收入袖子里。 脉步间,直接出现在了孟浩的身边,与此同时,那雾气翻滚间赫然露出了一个身影。 这是一个修士,可全身腐烂,头颅碎了一半,衣着残破,一股腐朽与沧桑的气息在他身上散出。 他四周雾气缭绕,手中拿着一杆残破的帆,站在那里,仅剩下了一只眼无神的望着灵云子三人。 灵云子三人面色变化,如临大敌,立刻气势崛起,更是在这三人身上有阵阵术法波动回荡。 前辈遗远,尘归尘,土归土,晚辈等人生者还在,此番路过这里,打扰前辈沉睡,还请前辈见谅。 前辈,还请离去。 灵云子三人立刻开口。 我要他。 这失去了半个头颅的身影,缓缓地抬起右手,他的手指腐烂,摇摇一指,指向孟昊。 灵云子面色一变,其他二老也是神策立刻变化。 孟昊呼吸急促,退到三人的身后,盯着那身影,内心震动。 他的目光落在这身影的腰上,那里有一把剑刺入。 这把剑漆黑,散发阵阵冰寒气息。 可在孟昊看去,这把剑上居然有风妖之力,隐隐间,刺存在了一劲。 风妖记六斤。 就在这时,他的橱袋内,风妖鼓玉,终于传出了沧桑的声音。 前辈,莫要逼人太甚啊。 灵云子冷声开口时,右手已放在了橱袋上。 那失去了半个头颅的身影,突然抬头,仅剩下的一只眼中,有一抹火焰跳跃。 身体猛地迈出,身后雾气翻滚,似有无穷冤魂凄厉。 又是大翻一挥,顿时雾气轰鸣,直奔三老与孟昊来临。 灵云子面色大变,嘀吼一声,毫不迟疑地从橱袋内取出了一张符文。 这符文很是古老,沧桑无尽,仿佛存在了悠久的岁月。 那上面画着一个笑脸,很简单,可偏偏在取出的瞬间,那身影脚步猛的一顿,就连扑来的雾气也都刹那间倒卷,似不敢靠近,如被永恒凝固。 灵云子深吸口气,掐绝石一致,立刻这符文停顿在了半空,他一把抓住孟昊急速地后退。 而那另外二老也是退后,只剩下符文飘在那里。 居然遇到这么一个反生者,这符文能定住他十个时辰。 灵云子皱起眉头,看向孟昊。 你是怎么招惹他了? 孟昊苦笑,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应该与他无关,这里的反生者总会寻找一些他们认为适合之人反生,当年我们不也遇到过吗? 负责斩铃修士的老者缓缓说道,他来自仙谷道场。 前辈,什么是反生者啊? 孟昊迟疑了一下,开口问道, 死亡后一缕冤念还在,不在山海规则内试图复活的古修,就是反生者。 孟昊点了点头,摇摇看向那个身影,他有心过去将那把剑取回, 可也知道此事不可能,只能遗憾了。 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五个时辰,四周的雾气在这一刹那瞬间翻滚。 于这翻滚中,孟昊被灵云子收入袖口内, 可他依旧还是看到外界的雾气翻滚时,赫然从其内露出了一句无法形容的身躯。 这身躯之大让孟昊倒吸口气,超越了星辰无边无际, 修士在他的面前比蝼蚁还要微小。 这身躯的出现,仿佛一片无边无际的大陆,直接占据了虚无。 就在这时,零云子三人身体刹那飞出,各自取出一张符纹后, 三人全身散发灰色的光芒,竟直奔着身躯而去, 眨眼临近后,三人居然踏上着身躯,如踩在大地上,直奔远处。 孟昊目瞪口呆了,呼吸急促,零云子三人一连走了一个月, 速度之快,难以形容,可依旧还是没有走出这尸体。 可在三人的前方渐渐出现了一棵树,一棵一样庞大,惊人的古树。 此树居然是在这巨人的身上生长的,仿佛这巨人的身体是此树的养分。 吸取着尸体的血肉,成长出来。 树干庞大,向上时分出了两条枝干,与中间的枝干形成了一个叉子的形状。 其上密密麻麻无数树叶,而每一片树叶居然都有百丈大小, 并非下垂,而是铺展开来如同平台。 到了! 零云子三人在那树下停顿,挥手间立刻一道道身影, 从他们的袖口内飞出,落在了一片片树叶上。 外界地九山海的众人都在观望, 他们看到了漩涡内的画面, 看到了这一路零云子三人所遇到的一切, 包括那腐朽的身影, 爆开着雾气藏着的一幕幕惊人之物, 振振稀气之声从地九山海不少的修饰口中传出, 这几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首次真正的看到仙虚。 以往的试炼,到了这里外人是看不到的, 可这一次却与众不同, 不但奖励惊人更是让所有人看到了仙虚内的一角, 哪怕只是一角也足以勾起无数人的心神了, 尤其是看到了那庞大的尸体后, 惊呼之声传遍八方, 随着远古倒数的出现, 这样的惊呼更是回旋, 居然是长在了这巨人的尸体上, 这是远古倒数, 它到底是什么存在, 能被称之为倒数啊? 这尸体,天哪, 这世界居然有如此庞大之人, 这怎么可能呢? 他若是没死, 谁人可占, 而他居然是尸体? 星空殿堂内各宗老者, 他们神色平静, 对于仙虚相比于其他人, 他们不陌生, 只是对于这一次的试炼, 让外界众人看到先虚之事, 都在暗自猜测三大道门到底有什么目的。 尸体上古树旁, 树叶就是泪台, 此树左侧之干, 原鹰站长, 右侧斩铃, 中间主干, 问道之站。 灵云子声音传出时, 孟浩站在正中间的主干中, 最低一层, 其中一片树叶上, 所有的问道修士, 都在这最低一层的四周, 纷纷抬头, 看向上方, 这主干的树叶, 以树枝划分了层次, 距离最巅峰, 有十多层, 越是向上, 树叶就越少, 而最顶峰处只有一片金色的树叶, 成为了竹木。 至于左右两侧的战场, 也是依次划分, 只不过是蔓延开来, 并非向上, 而是向着两边。 一样越是尽头, 树叶就越少, 而最近之处, 分别都只有一片树叶, 也是金色。 三片金色的树叶, 就是这远古道树上最终的决战之地了。 灵云子开口时, 与其他二老立刻掐绝, 取出一些材料, 竟在这巨人的尸体上, 开始了布置阵法。 片刻后, 阵法形成, 三老掐绝一指, 顿时光芒万丈, 与此同时, 外界第九山海各宗内, 都有阵法光芒存在。 赵一凡, 太阳子, 凡东尔, 以及众人, 全部在这一瞬, 踏入这阵法内, 随着光芒闪烁, 他们的身影消失。 出现时, 赫然在了这先虚的巨人尸体上, 也就是十个呼吸的时间, 各宗来临之人已然尽百, 此刻阵法咔咔之声传出, 轰然崩溃, 消散了。 樊东尔等人纷纷散开, 目光看向四周, 一个个都心神震动, 显然对他们来说, 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。 孟昊在一片树叶上, 看到了赵一凡, 太阳子, 樊东尔, 还有孙海等人, 他们双眼一闪,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。 凌云子一挥袖子, 顿时这近百天骄, 根据他们的修为, 分别落在了散出树干的树叶上。 此地每一个人, 都拥有一片单独的树叶了, 如赵一凡等人, 都出现在了, 倒树主干最底层的四周, 其中樊东尔穿着一套白色的长裙, 他的身后有一片白色的雾气, 这雾气很浓密, 将其内之物笼罩, 让外人看不到。 他距离孟昊不远, 二人所在的树叶是挨着的。 孟昊下意识地多看了樊东尔几眼, 尤其是看向他身后的雾气。 樊东尔也注意到了孟昊皱起眉头, 可想到对方毕竟以后与自己是同门, 这才忍些怒意, 可依旧还是狠狠地瞪了孟昊一眼。 孟昊连忙收回目光, 又看向赵一凡, 随后落在了李灵儿的身上, 目光下意识地看向了对方的臀部。 他还记得, 当初自己那两巴掌下去, 都不一般高的往事。 李灵儿淡淡地看了孟昊一眼, 没有理会。 孟昊内心得意, 双眼扫过四周, 忽然看到了一个人, 此人也在看着他。 二人目光对望的颤啊, 那青年身上居然一颤, 此人自然就是孙海了。 孙海没有认出孟昊, 可却不知为何孟昊的目光让他倒吸口冷气, 总觉得有些不妙。 孟昊刚开始也没认出这个光头青年, 当他认出时也是一愣。 怎么把头发弄没了, 我记得上次给他留了不少啊。 不但是孟昊在打量这些天骄, 此刻其他的试炼者也都在各自的观察。 不多时, 凌云子的声音传出, 此番擂台战, 元英斩铃问道, 互不干扰, 各自进行, 你们所在的远古道术的树叶蕴含了传颂之力。 每一次传颂都会让两人出现在一起对决, 胜者可进上一层, 以此类推直至抉择出最终的强者。 擂台上生死有命, 一次失败就会出局, 一旦喊出认输, 一样出局。 你们要借记, 这里是先虚, 很危险, 即便是外界出现了什么事物, 出现了什么诱惑与干扰, 都不要离开你们所在的树叶。 在树叶上, 你们是安全的, 一旦脱离出去, 生死就未知了。 现在, 擂台战, 开始。 老祖, 等一下。 几乎在凌云子话语传出的瞬间, 孟昊立刻高呼, 他的声音传入下方, 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。 凌云子皱起眉头, 看了看孟昊, 有心不理会, 可一想到对方在自己的记忆里, 那高举罗盘的神情就心软了。 何事? 老祖, 我就是想知道, 我们所在的这庞大的尸体, 莫非也是修士? 这个问题不但是孟昊想知道的, 此地的试炼者也都想知晓, 至于那些天骄, 他们沉默不语, 相比于这些试炼者, 他们在外界已问到了答案。 凌云子沉默, 这个问题他没有回答的权利, 目光落在了另外二老的身上, 三人相互看了看后, 取出了预见, 似在询问宗门, 他们是否能回答? 片刻后, 凌云子收起了预见, 目光落在了上方的孟昊身上。 他是底岸的神? 只有这六个字, 说完后, 不等众人的反应, 凌云子声音再次传出, 擂台战, 开始! 具体德、 毕尚天, 推出了颜色,